大家好,現在為各位介紹一支我們最新推出的手持龍蝦蛋 這一次推出有兩款 一款是琴 綠色的這一把是琴 一把是薄 那這兩支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現在來開箱給大家看看 首先我們來介紹這把琴 這把琴的尺寸是4757的 它的手把塗裝的部分是採用藍綠變色龍塗裝 下來這個指滑握把的部分也帶有這種流線的圖騰 後塞的部分這一次是採用這種不鏽鋼七彩電鍍的尾塞 手把前口還是有一個防爆環 這一次是採用一個定位的伸縮設計 一輪的伸縮設計 那鋼尾的部分有一個鋁合金前塞 前口的部分有一個手工纏線防爆的功能 琴所搭配的鋼尾是採用實心碳尾 尾衣是實心的 搭配這種金色的質感換轉 這一把實心碳尾的調性大概是在19調 這實心碳尾的強度比較好 它整體的重量大概是在55.8克 不含這個配重後塞55.8克 這是琴的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薄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介紹這一把薄 這一把薄跟琴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塗裝跟鋼尾 那首先我們來看這個塗裝 塗裝是採用金黃色電鍍 塗裝後握把指滑的部分 帶有這種流線圖騰 加上漆材真空電鍍後塞 不鏽鋼的 前口一樣有防爆環 一樣採用一定位的伸縮設計 前口鋁兒金前塞 手工纏繞編織防爆的效果 那我們來看最大的不一樣 是這一把空心鋼尾 這一把空心鋼尾非常的硬 非常的硬 一樣帶有質感萬轉 它這一把空心鋼尾 它就是很硬 所以當你在蹭蝦的時候 它的傳導性非常的好 職業釣手 他們比較喜歡空心鋼尾 以業餘或是初學者 空心鋼尾有時候比較不耐級 比較容易造成斷鋼 不管是這把琴或者是薄 出場最低的品檢標準 都有三斤的測試 都一定是通過三斤 我們才有出場 接著有釣友一定會問說 它明明是一把手鋼 為什麼上面會有對準線的設計 包含這個鋼為什麼會有對準線的設計 這個是我們比較特別的地方 因為我們每一節釣竿 都有它的龍骨的方向 所謂的龍骨就好像我們人的脊椎一樣 這樣前彎後彎都是屬於順向 一樣的 竿子也有一個順向 也有它的一個方向性 當它順著它的方向 它可以把它的強韌度 包圍到最好 所以這裡有一個小撇步 要讓我們這一把竿子 包圍到它最強的狀態 就是我們的鋼標槽 等於說讓對準線朝下 會讓這一把竿子的強度 發揮到最大 這是使用這一把釣竿 一個小小的秘訣 是否有一個小的雞 跟他有最大的雞 會有什麼小的雞 也會有什麼小的雞 也會有什麼小的雞 可以不可能 是否有每一把雞 都會有什麼小的雞 那些雞 都會有什麼小的雞 都會有什麼小的雞 可以不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